字幕繁瑞 但是在當時這個 貝比焦點還在的時代呢 當時我去過AHQ的宿舍 他們的黑白板上寫一個字 就是這個不要讓小安拿路仙 但是經過了一年左右 我們馬上就要迎接今天的第一場比賽 由藍方的AHQ出戰紅方的HKE 而下路雙線剛剛在分析下有提到 可能是這場比賽的看點喔 是小安路仙配上小葉的 欸不是這是獅子 跟著 這個小獅子被抓到了 這裡應該是要死 欸腳閃現 但是這一個Ticker 哎呀 Maple的時候閃現過牆 身上面 就暈了 喔 推到了 後面是Gemini 踢上去之後 要一個R閃 漂亮 喬尾是閃現 來到了Gemini面前 普攻收下 還帶個藍寶出來啊 好殘忍喔 欸 對耶 喬尾現在是單 單線就要被推 這個是前方衝擊敲下去 Gemini的位置有點危險 被球女一卷了 喬尾這個大學卷得不錯 Ziv閃現硬拍 把Gemini給殺掉之後 Maple手也走不掉 在這個三郎的小洞洞裡面 兩條人命 二打二 二打二 直接零換二 電台不會痛 那也沒辦法 你的攻速 你的攻速這麼快 我們現在看一下中路這波團戰 是由小夜夜的大絕開啟 這個選手帽有勾到的Vecky球女卷大絕 是一個Airpeak的藍門寶點第一顆 但是Mountain被踢下去之後超能解放 直接解放掉了Mountain的這一隻雷靠尾在運球往前 但是阿貴馬上叫他閃現 躲過了Mountain的追擊 被網子網住了 看起來阿貴走不掉了 丟多連鎖最後還是死了 Mountain再跳一個 從小貓咪 小獅子 變成了這個獅子網了 再往下打這個TP下來之後 應該是一個納蒂魯斯 到來之後把Gemini給留住 後面是小安來應收人 往前再點了兩槍 再滑步再點兩槍 Gemini這邊應該走不掉 小安這樣的閃現先躲過了Maple手的追擊 後面Maple手被敲開 由Ziv來做一個格擋 但小安這邊應該是會被燒死 Maple手在死前是換掉了小安 拿到了一個人頭 但最終還是倒下了 這波是超級刺激的交貨 HU感覺是一直在這種小會戰的對決中 拿到了上風 就是並不會距離來挑戰 Tier這邊能不能躲掉呢 是贏面吃到了一個海浪啊 但是應該是超能解放 小葉這個閃現交的 沒有這個還好啦 就是他們實感你知道嗎 喔 球女卷大卷又是一個一卷二 阿貴被捲起來之後 後面是Gemini踢進來 踢歪了 後面是Maple側邊一踹之後 Gemini交閃現先拉到了塔下 但獅子已經被放倒 Maple這裡倒下 應該HQ是把目標 他們會習慣性的去把節奏拖得稍微慢一點 不過這場的話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這場角戰來說拖慢對他們來說是好 哇 三甲二 後面還亮TP 小安被留住 這兩個應該是走不掉的 超能解放 把小安給灌塵到後方也是 娜蒂魯是要進場來救援 小安往前滑步再加閃現想要來收Gear 但Gear是交的閃現先拉開 Maple硬跳 先把Gear給收掉 而且後方Ziv是滿狀態的情況下 Veeky這裡殘血 阿鬼終於趕到了多多連鎖 空掉的時候 Chowie踩在等一隻火箭上面 已經殘血了狀態 Ziv還往前一邊 Veeky狀態是被打滴了 之後Maple側被留住 看了驚人 看起來走不掉了 閃現沒有 而且又被網子給網住 再往前跳 Maple側進入過熱狀態 小安滑步上來 最後人頭是由Mountain拿到 哇這個 這一段是直接白噴兩個人頭 我覺得對於HAA來說實在太傷了 視野差 在視野上面來說 他們完全沒有在巴龍附近留有一隻可以看到巴龍的視野 就比如說外面的牆上下一隻 然後在對方如果拆眼的時候 你才有機會來爭奪嘛 那現在你知道對方要吃的時候 你只能選擇硬上 要守巴龍 HKGear 這裡是滿狀態的 捏顆球丟進去 但是巴龍剩下1000點的血量 就看一下重擊 球女卷大絕把Gear先給限制住 水炮沒有中 Gear是開一些鬼步 但Mountain也是開了大絕 沒有AD輸出 中野都 中上都是AP傷 而且Mountain又開啟 血性獵殺大絕 全納密海浪是敲出去了 直接把Mapos都接到死啊 而且強衝力敲在了阿貴身上 Mountain往前一跳之後再往回拉 被控制住 這個多多連鎖放得還不錯 但是並沒有做到很多實質的效果 再一個勾子 把Gear給勾出來 春力卷大絕 留住的是Gemini Gemini也要被放倒了 這個血肉快賽推的也OK 但是是沒有任何輸出的 從剛剛這個野區到現在 是納地武士看到一個勾一個 扛著他還是走到低啊 這個老漁夫 這個選擇 有一隻納地武士如果還讓他扛到了這個時間點 真的太難打了 沒有人撼動得了這個護盾值耶 這不太會扣血啊 看到塔就是往前走啊 而且還有球女的這個盾 然後之前還有巨人之路的盾 王劍夫這邊扛了半血 又開盾 還往前勾 Gear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主堡呢 這場比賽 16連敗能不能只敗 但是守不住 Gear是瞬間被秒殺 Vicky也是牽了一下 阿貴交的閃現回到 欸 想來虐拳 最後成功是殺到人了 再閃現出來 我們要來恭喜HK AHQ在第一場比賽獲得了勝利 表情好像沒有到非常快樂 普通快樂 看他的表情 我唸出來了 一定要再選另外一隻很痛的 這個地方 有在聽 就對了 這個叉燒叔叔 我們這個 叉燒叔叔在講 選這個不錯 這個 這個 納迪伍斯對應的是巨人勇氣喔 這個這個 很常規的帶法 這個納迪伍斯呢 現在只想著 不要怎麼樣不要被砍爆而已 也沒有想太多 太厲害了 菲歐拉要夾過來囉 欸 爆破絕果再跳 感覺上是JUKE GEMINAI一波 GEMINAI套了自己一個護盾 到後面是兩顆炸彈 Gear丟上來 幫他倒了 這個死定了 哇 好強喔 GEMINAI這一場 他這個意思 想要給上路的Mapos一些壓力喔 不過菲歐拉現在手中 唉唷 閃現應該是不太可能被留住 來一些格擋 出事了 但是他們留住這球體卷大捷 Mapos這個應該走不掉了 哇 這個難道你也是走這個 預言死亡系的 我先看到了5秒後 但是Mapos這個血量很低 他200滴血 打出了這個回血症的效果 還在回還在回 後面是Gear趕過來 又套一個護盾 完蛋了 是一個3-2的局 最後倒下了之後 Mapos這邊還可以再重新站起來 完了 這被他站起來 Mapos又格擋擋掉 再往旁邊一滑 後面是Mountain趕過來之後 現在JUKE也過來了 亮TP 這應該是Gear的TP做支援 Mountain被留住 進入了隱形階段之後 能不能走掉 哇 往回被拉了一下 但是這個應該是套了炸彈要死了 小花好強喔 人頭照到了Mapos的手中 拿這個三角形的刀在砍西瓜 但是你會看著 這個大砍刀在砍西瓜 欸這場好像沒有人喔 交的閃現 後面沒有奶媽的Mountain 是跳進了草叢裡面 最後再撲上去 收掉了Mapos的 奶媽 這個來不及 我是在想 到底Mapos的每一波 對方最衝動的位置 他現在覺得這個 你一點ID會衝動 你看到這個Ziff 你一定沒有辦法 忍受自己 沒有拿手中軟軟的棒子 敲到他頭 這是個念頭 他這個是海灘造型 被定住了 Ziff在扛塔 後面是救命來給盾 但是一次來了 四個人跳進來 哇 Mapos硬生倒地 可是後面大概兩個奶媽 還沒有出手 沒有什麼救啊 只有再掉一路 這個地方我覺得 全力捲大絕 中路敲魚 躲過了地下炸彈 但想來換阿龜 這個很漂亮 可以抓中塔 我覺得其實這個 感覺上從這兩波來看的話 Mapos打的真的蠻衝動的 其實我覺得他們在溝通的細節上來說 可能位置上沒有 這個 協調這麼好吧 就是在這個自己後面其實有很多 後援的情況下 但是卻沒有等到他們到 4-2 Mapos被留住 而且 側邊還有小安 小安有沒有要進場呢 還是直接拉一個大絕刷傷害 而且是 一個前後夾擊 但是Vecky也是交出了閃線 先躲過小安的追擊 Mapos被放倒了之後 後面是Ziff趕過來的救世主 先把阿龜給留住 再一個挑戰水柱 這波是一個三打四的局 Mapos也趕到了 先收掉了一個IC之後 現在是Gemini在前排扛傷害 兩顆炸彈丟下去 Gear把小安給留住 小安應該是活不下來 Mapos往前想要來硬砍 流出了Ziff之後 再做追擊 頂尖對決套上去 回血圈有機會打出來 再一個波打打出去之後 這個回血圈觸發 Ziff應該走不掉 再一個炸彈往前硬滑 Ziff架盾 最後一個普攻 滑下去 直接砍掉了Ziff的腦袋 哇這一波 滑起來了 這一波 結果呢 遇到這個出發了 三個奶媽加上一個輸出點位的夾擊 中路又打起來了 Gear被水炮汪起來之後 現在是小安有點危險 又一個炸彈 Gear打到暴走 後面又是Ziff衝出來 想來打傷害 而且坦在最前排之後 後面是Mountain 帶球上來 一次捲到了2 真的 他們就有很多很多 這個地板圈圈可以 從吃龍直接轉線 要轉到下路 Mapos開砍 時間能不能換一個 差一點 Ziff差一點就要被手刃起來了 但是轉角Mountain 會遇到的是阿貴跟Gemnite Mountain能不能走掉 經溫草從裡面想來換 而且是交了閃線想拉開 後面還有Vicky趕過來 先給阿貴上了跑速度 之後是Gemnite閃線來硬貼連 側邊有Chowie 哇這個位置感覺有點糟糕阿 球女捲大絕 把阿貴血量壓到最低 最後面來又加一個盾 把這些血量回復起來之後 阿一次兩個人倒下 球女撈到一個Double 哇真的是水果滷味阿 這個真的是 你知道這一切都從什麼時候開始了嗎 是走這個什麼 虐待 虐待這個 好妹妹路線阿 艾爾文以後就要出一個造型 是台灣好媳婦的造型 頂尖對決 Mapos往前砍 砍破綻 Mountain這邊能不能走掉 走不掉 回血陣打出來 他先用格檔擋過了這個納米的大絕 我剛才跟你說不是 不是台灣拍打給 造型嗎 是他們好像 Mapos重新要站起來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小恩的輸出位置做得還不錯 但小恩是承受了愛心的傷害 被迫往後拉掉 阿貴是最衝動 閃線往前 這個水砲 Albis救不出自己的生命 Albis還被放倒了 這一個人頭是收在了阿貴的手中 看到為什麼我前面特別提 這樣子的一個奶媽 這一定要選擇兩個箭頭 Mapos都這個箭頭 不要啊 Gemnite先叫出了台灣好媳婦 但是Gemnite最後是架了一個護盾 Div留不住 Gemnite還沒死 又套了自己一個護盾 Mapos這邊應該是想來 收人頭往前跳進去 Gemnite交甩線先拉 感覺上是一個bait Mapos進入了一個會在陣型裡面之後 是被打死 而且後面Gemnite也倒下了 團戰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球女運球 往左邊一帶 拿到了一個Triple Kill 是連收了阿貴跟Vecky 這波其實我覺得HQ來說是蠻好的 砍一砍小葉也要死了 Mapos被勾了一下 往旁邊一滑在打破綻 但是在追擊的過程當中 感覺上Mapos是走不掉了 Mapos這個已經在邊線 產生了自己的價值 逢人就砍 而且是逼了三個人來防守 然後呢 這個有三個奶媽 但是殺起來其實還沒有那麼久 只要這個球女他捲到就很快就死了 我們要翻開藍門爆裂 這個第三顆 這個C開頭的 不過看一下 這個 我們根本不用看他們直接不見了 應該是太衝動了 我想 我們這個很簡單可以解釋的問題 因為他這個看起來有點 沒有辦法這麼快的把人砍掉 這個是必然的 但帶給他的好處是 他會戰中之後 不會被一則二的瞬間點死 可是從剛剛到現在 HK一直沒有利用到自己的主角 來打任何一個會戰 感覺上 現在的ZIV也彈起來了 喔 球女卷大絕 這個 始終老人是怕 大絕套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Gemini 能不能坦住 但Mapos從後面來之後 應該是也要被打倒了 Mapos倒下之後 阿貴也被盯上 全部人都在打AD 阿貴加上前來到隊友身邊 奶媽奶不住 雙劍頭倒下了 只剩下三個奶媽 然後他慌亂的逃走 哇 這個中路要一波帶走 995 這個很慘阿 ZIVP這個 你就看得出 雙劍頭 有一個劍頭不在的時候 這個 就被插頭了 就被插爆了 就被插爆了 這個從後面 來Mapos的 這個進場位置 其實不差 但是沒有人保護他 他少了這個復活之後 基本上來說 他看起來就沒這麼硬 ZIV抗到極限了 ZIV倒了 綁住 ZIV回血起來 突盾 哇 極限扛傷 我還想說他要倒了 居然沒倒 剛剛 感覺這隻貓要被放生了 老三被放生了 看得出來 不能養了 不能養了嗎 我就真的是不能養了嗎 該怎麼辦 這個就只好讓他走了 這個沒關係 這個會被告 不是 我是說老三啦 描解 沒有綁到 交閃線 窮女是一個空大 限制走位 Albis是敲起了自己的海浪之後 來稍微掩護一下自己的隊友 Mountain進入隱形狀態 要來掩護 Chowy的撤退 那Chowy被敲飛 來不及補血 完蛋了 脊椎記號-1 哇 脊椎記號不見了 被脊椎搶走了 哇 而且Mountain改善也走不掉了 吸了一口雲落 閃線上牆 哇 綁到了Albis Albis也要被放倒 八樓看起來有危險啦 這一波我覺得這個 HKD剩下的四個人 在神手櫃 應該說在 飛行星完全熄火的情況下 哇 真的熄火了 神手櫃帶出了一個大兵劍的位置之後 跟著隊友直接追上去 這一波抓下了這個人頭的擊殺 太重要了 而且 巴隆也要陸入HKD的手中 37分鐘 52秒左右 哇 這種 右台要來撤退 有加速 想要往前一跳 但中塔爆掉了之後 Ziv選擇強行開戰 Gemini是 套了 欸 這個是GA 準備要重新站起來 但是Vecky已經是來到第一血的狀態 Gemini徒步往後拉 再復活 又再一次 死一次 死一次不夠你嗎 你們只兩次 但是有球 我看來阿貴放倒了 格擋擋掉 剛關鍵失誤 往後又跑出拉了一下 Membo Snow 活不活得住 啊 活不住了 爆掉了 我覺得Membo Snow這場最大的失誤 老實說在這裡 我覺得他傳中是個不錯的選擇 頭破血流 阿貴被抓到究極電話 先把阿貴救出來 阿貴是套著無敵 窮女卷大絕 但是無敵站起來之後 是陷入了對方的陣型裡面 應該又要倒了 小安收下了阿貴的人頭 之後繼續往前作戰 拿到了一個雙殺 再往側邊 要來收Gear 這個始終老人應該是走不掉了 被收掉 而且露露也跟著陪葬 是一個四個人頭的掉落 而且剛剛Membo Snow死了嘛 所以是一波ACE 而且剛剛這一波你知道 沒有了足夠的傷害 對對對 後面玉玉回來 雷恩又倒下了 這個雷恩看起來不太行 哇 智雪這一場 而且 如果我 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是上路 這個死亡數最多的一次 而且我們還是切回剛剛講 就是 你知道這個老山在會戰中 他就站在了長腿叔叔蓋了草叢 我們一直看 看著Gear 然後最後從下面跳到他 我這時候就想 哇 感覺這個其實獅子 還蠻好配合這個長腿叔叔 但是他明明在你對面 但這個配合的地方在 放置你的賬 放置你的賬 15個遊戲 放置你的賬 放置你的賬 用很多網路的賬方法 放置你的賬 在玩樂中 我們享受賬 247支援 和每個新的賬 新的賬 賬